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薑稅大家覺得律師的收入當然是很好的 但聽說你買鞋子 從來沒有一雙超過三千塊 應該是說我現在只要一雙鞋子 超過三千我可能就不買了 就不買 就不買嘛 不買超過三千的嘛 對 基本上我們小時候 如果想要買那種運動鞋 我都會跟我媽 我們那時候會去台大那個公館商圈 後面盯州路那邊整條都是運動鞋 我們就一間一間看 就是看說我想要買這雙 然後就開始看說哪一間 可能走一圈看完 哪一間最便宜就去哪邊買 那聽說鞋子壞了你也不丟的 鞋子壞了也不是說不丟 就是可以補我們就會盡量補 什麼樣叫可以補 現在要找補鞋子的地方也不好找吧 有有 還是有 還是有補鞋子 就是像說運動鞋 這個運動鞋我大概穿買了六七年 買了六七年 然後那個時候 在Outlet買一雙一千五 然後那時候穿穿穿 好像是中間不知道為什麼 它整個鞋底掉了 整個鞋底掉了 後來我要拿去給那個補鞋 它從鞋底這樣子一圈縫線 全部把它縫進來 一千五穿六七年已經很划算了耶 對啊 還去補 然後它現在還可以穿 我現在有時候打球還是會穿 是因為是球鞋吧 你沒有那麼在意 那工作像你穿皮鞋對不對 對啊 這皮鞋也是啊 你看這前面已經 已經有點磨掉了 其實我穿皮鞋就是我的 我走路的習慣就是 後跟 外面後跟會磨掉 很容易它磨一磨就是 磨到那個木頭底 連那個木頭也這樣子磨掉一塊 那這不能穿了吧 沒有啊 那個就是拿去給 那個補鞋的啊 請問你有丟過鞋子嗎 有 有丟過 有丟過 這個真的穿到那種 可能旁邊這種都裂了那種 還是得丟 那就沒辦法了 要堅持到最後一分鐘耶 而且你完全也巨大小黃 為什麼 有捷運公車可以到 我就盡量捷運公車 那我現在從我家出來 可能要去坐捷運 會有那個啊 U-bike 我可能就先騎U-bike 然後騎到捷運站 再坐捷運這樣 跟我們想的律師很不一樣耶 完全不一樣耶 對啊 我要是找你幫我打官司 我真的是會難過 你要等他來喔 因為他要先騎U-bike 再去坐公車再走捷運 所以月票一二八零 這個事情你知道 我知道 我以前有用過啊 然後那個時候一開始還覺得 一二八零好像滿划算 但是後來算一算 我好像一個月 就差不多就一二八零啦 我沒有像人家那種 可能做到一千五一千六的 然後在後面我又看到 他說捷運公司那個時候 後來他有一個那種 中程機制嘛 就是你如果就是每天都搭捷運 搭到不知道幾次 他就會有那個打折 他就是在下個月 他就會把那個打折的錢 再直接存到你的U-bike 因為律師的案子很多很複雜耶 你還有時間去算這一些 蛤 這很簡單啊 這大概看一下而已 你如果去約會 是這樣子嗎 約會喔 約會就 女朋友一起擠 約會有必要就開車 不然幾乎也都還是捷運公車 OK OK 那吃飯呢 吃飯 你重吃嗎 吃飯喔 我其實平常中午都吃樓下7分 都吃7分 他現在有那種啊 跟全家一樣都有那種 可能集齊品 然後打個七折那一種 集齊品 就快過期了那個 快到期 那你會買 我會買那個啊 他講得眼睛發亮耶 我會買那個啊 你聊到一個他很有興趣的話題 那什麼飲料配什麼東西 有著打折你也會 或什麼買一送一的那種 現在已經沒有了 他完全知道 以前有的所有都拿那個啊 就這樣配啊 我先問一下 他這個省錢的部分 大叔你覺得夠省了吧 吃這樣很省吧 我比他更省 你還比他更省 因為我不在7分買東西吃啊 我覺得要投資專家上升了 情願做7分的股東 不要做7分的客人 因為7分的毛利率太高 他股價很高啊 你應該去做7分的股東 不要做7分的客人 那我會講我吃飯的事情 我零三年就離開職場了 那個時候太太還在上班 小孩就去上學 我每天中午吃什麼 就吃這一套 叫大四喜餐 大四喜 對 用電鍋就可以處理掉 所有的事情 有玉米 對 那個時候不是熱狗啦 是香腸 因為今天買不到香腸 所以用熱狗 然後有一個饅頭 一個茶葉蛋 或者白煮蛋 只有這個香腸需要用烤箱 其他三個在電鍋 就可以處理掉 蒸了就好了 所有的影響都在裡頭啊 而且這個東西 絕對不是在7分買的 是我太太禮拜天 菜市場買的 對 更便宜 更便宜 其實這樣是比7分更省的 更省啊 因為更有價值 營養價值 我在7分大概只會去繳費 因為7分真的很方便 好 江帥呢 你那個也很驚人的 你回到家都在省 你家的電費賬單很厲害 我看這個是 五月到七月那時候 五月到七月 熱了耶 五月到七月是熱的時候 電費七百多塊 才七百多 兩個月 對啊 那一個月才三百多塊錢 對啊 因為那時候 因為要在7分待到十一點睡覺 才回家 那回到家就趕快睡覺了 對 沒有 其實我都很晚睡 你們家沒有開冷氣吧 對 我們家電風扇很多台 電風扇很多台 那些都吹電風扇了 然後現在住這邊就是 因為它是便秤冷氣了嘛 然後可能就是吃飯 吃飯的時候可能就開 然後開個二十分鐘 就把它關掉 那晚上睡覺很熱呢 晚上睡覺就 它那個 現在新的冷氣不都那個定時 定時就開個半小時 半個小時 一般睡眠 不是會吹六個小時到八個小時 沒有 我就 電風扇一定是吹整晚 就是電風扇加冷氣 但是冷氣就是 所以半夜熱醒你不會想開冷氣 半夜喔 目前是不會熱醒 你會忍住 不會到那種被熱醒的程度 對 為什麼會這麼深 因為其實你的收入是滿好的 不錯的耶 就 就是大家說好像很高 你看那鞋子想離開你了 不要再補我了 他說那我走了 沒有 他說趕快把我丟到那裡 我已經覺得有點累了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可能就是從小吧 從小我們家就沒有說 花錢花得很兇 OK 節省習慣了 對 你有沒有這輩子花過大錢 就 我大概三年前買車嘛 對 那時候買車差不多就是 剛好八月的時候買的 因為那時候八月剛好是 農曆鬼月前 鬼月前它會剛好有那種 它是那種業績 做那個業績車 就那個時候剛好有特價 然後那時候全部買下來 就是比它原本空車的定價 大概少了大概二十萬 不錯 然後少二十萬它可能就送你 它可能就送你什麼隔熱紙 然後又送你可能第一 對 它第一年可能隔熱紙的 或是那種秉氏嫌那一種保險 然後行車紀錄器 它都也都全部送你 OK 其實你願意買車 我已經覺得滿驚訝 因為你剛剛U-Bike 都在算時間的人 而且還願意買新車 對啊 對 你買車又不開 沒有啦 有在開啦 沒有開這麼多而已 就是大概三年 大概開了兩萬五 跟我差不多 兩萬五 這樣有在開嗎 有啦 沒有必要花的錢 我就覺得那幹嘛 我要花那個錢 但我真的很好奇 你女朋友可以接受你這樣嗎 所以為什麼現在一單身 終極單身啊 沒有女朋友 對 因為這應該很少女生的用 以現在的女生來說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當兒子可以啦 當男朋友 對 等我一下 我U-Bike騎到一半 我正在洗車 對 大聲問一下 你看到她應該看到 年輕的時候的你 對 對 完全就是年輕時候的我 對 那給各位看一樣東西 這是 為什麼是白的 因為是第一屆的 剛出來的時候 就有這個悠遊卡 那個顏色你記得嗎 是紅色綠色 所以它是褪色了 褪色了 完全被摳掉了 所以我可以 你看我東西都保存得很好 這也是一個省錢的方法 不要搞丟 那悠遊卡呢 我建議大家不要加值太多 因為一旦搞丟 你加一千塊 有人加五千塊 有時候在進捷運這樣 看到前面的魚 四千九百多 他家歪搞丟不就浪費了嗎 所以我每次都加兩百塊 但現在疫情的期間不一樣了 因為怕那個 找錢的危險 所以會加一千塊 但是後面是去紐約 楊基棒球場買了一個貼紙貼起來 這是第一張幼遊卡 而且你貼紙也褪色了 也褪色了 對 它很習慕 我覺得就是習慕 東西不要搞丟 也是一個省錢的方法 還有你還會找錢 對 今天特別來講 剛剛講的是省錢 在家裡有很多不要的東西 都可以拿來賣 因為擺在家裡是沒有用的 我2003年離開職場 我之前在證據公司上班 那個時候每一季都有 西裝做給我們 男生要西裝 女生要套裝 所以大概有十幾套的衣服 十幾套西裝 既然不再上班 就沒有西裝的需求 我就在拍賣網站上面 一套西裝配兩條同款的褲子 賣九百九 好便宜喔 過便宜吧 而且我太太是打板師 所以它可以幫我量 所有的尺寸 對 然後我會把我的身材 大概多重 多高 寫在上面 而且都現那個面膠 因為我們家旁邊有那個 麥當勞 你可以去裡頭試穿一下 合身的有賣 我一天可以賣掉 十套 有這麼多喔 對啊 因為九百九很便宜 你看這一套大概 很貴吧 九百九很便宜大的男生 這是舉兩千耶 也是嘛 我至少 他把牌子都講出來 要強調說是 其實兩千不到是不是 沒有啦 這大概五千多塊吧 對啊 五千多 你想想看 西裝配兩條褲子九百九 而且我把比較好的西裝 留下來 那個制服是 那個制服的西裝都稍微 就比較 沒那麼時尚你知道嗎 一般的 比較呆板的賣掉 第二個我最厲害的 就是賣掉五件 白襯衫 白襯衫穿過了很難 在賣吧 不是 還是泛黃的喔 我在拍賣網 在找說泛黃喔 我就老實說 你就改黃襯衫 不是不是 改黃襯衫 就零口袖口泛黃嘛 結果真的有人買 五件賣四百塊有人買 好像他飄回去飄一飄 應該不會是你的前女友吧 不是 懷念懷 結果是江帥買的啦 不是 後來我去問他 你為什麼要買 穿不出去啊 他說他先生是建築工人 買了防曬而已 他沒有要穿到社交場合嘛 是 那我太太還是打板師 以前在家兼拆 有那種全開的牛皮紙 後來他也沒兼拆了 後來就一張三塊錢賣掉 因為你擺在家裡都是 牛皮紙都可以賣 一張三塊 運這都比這個貴吧 沒有啊 一張又二十塊啊 全開耶 那可是你寄給人家 還不是要運 沒有 他來拿 他來拿 那那個時候 店子商務剛剛萌芽嘛 所以要拿牛皮紙包東西嘛 一張三塊賣 那我爸爸喜歡在公園散步 有時候醜蟲就會撿到 高爾夫球 我就幫他賣 這也可以賣 一顆賣五塊 他是撿了幾顆啊 他撿了五百顆 爸爸每天都在公園撿 那裡可以撿到高爾夫球對不對 是什麼公園啊 河濱公園 河濱公園 對 他就這樣散步 他們這樣均均就可以做生意了 對啊 因為你一開始練習高爾夫球 不需要買新的嘛 一顆五塊錢 我幫我爸爸賣 我沒有抽他的層 通通給他 所以家裡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賣 特別是書 對不對 巧簾字啊 那時候小孩子的巧簾字 也可以賣 很好賣啊 因為巧簾字沒有時效性嘛 對 更神奇的是 我有三個小孩 我老大當然訂巧簾字嘛 也有遊戲本各位知道嘛 你可能不知道 遊戲本嘛 後來我的雙胞胎的弟弟妹妹 我也沒有再訂新的巧簾字 我就會把那個遊戲本 用利可白塗掉 再copy一份 兩個人都可以再做一次 對 所以我覺得 家裡的很多東西都可以拿出來 都可以再利用 變現的 不然擺在家裡也是浪費 OK 好